熊带玲最近终于盼来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和郭可颖弟弟郭可颂交往两年的时间 现在好像已经准备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近日公开献身 准新娘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甜蜜的小生活 熊带玲献身上海 一袭黑色礼服 头戴闪亮桂冠 1米78的身高 站在人群中颇有一枝独秀的感觉 事实上熊带玲的心情也是前所未有的好 最近她在微博上与粉丝分享称 自己正在筹备一件人生大事 要知道就在三个月之前 熊带玲可是刚刚宣布 男友向自己求婚的事实呢 那么此时筹备的大事该不会就是婚礼了吧 因为还没有筹备好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方便跟大家先透露 但是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想应该也不太远了 公众人物往往对于个人生活比较低调 哪怕正在筹备婚事 也往往不会透露过多的消息 不过即使再谨慎 女孩子们也总会透露出一点小期待的嘛 以前小时候有想过是在沙滩边 然后以白色玫瑰为主题这样子 很浪漫的 然后我的王子会过来牵着我 走过红毯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话就觉得 那只是幻想而已 其实跟现实还是差蛮远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身边那一位是我喜欢的 他也喜欢我就好了 其实生活中两人也确实都是大忙人 熊戴玲心系开拍在即 男友也一直忙碌于自己的生意 虽然婚期何时还没有确定 但是对于熊戴玲来说 婚礼的形式好像并不重要 其实女生都会很期盼的 因为跟自己喜欢的人 你既然已经找到了 当然想早一点跟他在一块 快一点就比慢一点好吧 年轻的女艺人出道之初 大都会把事业的发展 和个人的品牌放在第一位 毕竟名人也是普通人嘛 到了成家的年龄 他们还是会收敛一点 职场锋芒 我觉得还是做回我小女人 会比较好一点 气场太强了 会把男生吓跑的 娱乐世界第一篇报道